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谈一个经济类的节目 其实我研究的领域非常多 像哲学 佛学 道学 古典文学 历史 法律 轮回 经济方面其实我也有一些见解 领不领需要时间检验 今天谈的是苹果公司 我个人觉得苹果公司 基本上是现在是如日征迁 话句话说已经登经了 再往下就是日白西山 不构成投资建议 大家千万自己去炒 千万不要根据我的话来搞投资 我只是起根了一个思路 大家自己去研究进一步研究 我个人觉得苹果公司的股票 可能面临暴接 不仅仅是苹果公司 整个美国的股市 有暴接50%的可能 苹果可能要暴接80% 升得越高 接得越厉害 苹果公司主要有这么几个风险 第一个是他现在接近28%销售来自于真国 我个人觉得最近查富士康可能是个信号 就是苹果产品有可能在一两年内 这个又不得不退出中国市场 所以对苹果的收入 这就有巨大的影响 那为什么这么简单 这一是国家安全 二是真美脱钩这个大背景 说你简直华为手机 我为什么不可以简直苹果手机 那为什么没简直呢 主要是以前苹果手机的真国生产 还有富士康带耕 然后呢 这个 实应中国的很多配件 这个据说是四番之一的配件 是真国的厂商的 还有四番之一台湾的 还有一些美国的日本的韩国的 现在据说是这个脱钩嘛 戴尔已经决定不应真国配件了 所以说这个苹果呢 也不应真国配件了 只是应个真国的手机壳 这样的话就失去了意义了 以前不愿意打击富士康 不愿意打击苹果 因为他带动中国的这个 建设产业生态链 这个 然后呢 还带来大量的外汇收入 这个解决大量就业 意义很大 你现在不应真国配件 是吧 还在真国销售这么多 极上真国市场 是吧 就没有意义了 你全应了人家别人的配件 在这组装一下 然后在这大量销售 就极散中国市场 所以就是激励了 所以说 可能就是 把苹果赶走 对中国的意义更大 为什么 你看你这个 现在价值链已经没有了 是吧 不应真国配件了 那你赶读了 到处来的这个市场 高端市场 全部买华为手机 那这样的话 这个华为手机 全部是国内的产业链 从CPU到内团 是不是到基带线片 是不是到外壳 所有的都是中国的 产业链 这样 其实 可以扩大利润 培育国内的企业的竞争力 然后呢 对就业只是个置换 待不了多少损失 所以 苹果这个手机 还有这个国家安全问题 操作系统 这个是最容易 把你的这个通话 这个录音 信息了 这个大数据 来这个进行梳理 所以说 你应的苹果手机越多 就越应比人家 这个监控 这个监控 大家不要理解成 这个呃 配合几个人 千千清理的谈话 那有什么意义吗 是吧 监控是多方面的 这个关键人物 是使用这个 截取你的录音 比如说这个 据说实啊 我没出现这个 这个 呃 这个印度派人到江亚岛来 暗烧 呃 江亚岛的 这个 一个 呃 西克都的领袖啊 录音也被美国截获了 怎么截获的 你得实现苹果手机 才能截获 是吧 苹果手机 你一岛 是吧 人家 人家这个大数据嘛 呃 人工智能 是吧 你 你外国 公民 进入这个 呃 进入江亚岛 是吧 你是或者证件监控对象 他的 录音是可以录下来的 或者因为 7000录下来 占不了多少流量 然后来 扫描 出了万奇 带 带 这个 AIA来扫描一下 是吧 那然后呢 就可以把你这个有效的通话记录给查出来 现在 AIA啊 竟然把全世界所有的视频都全部看完了 你说这个 他全部读取一遍 所以说 人工智能 这个 呃 是极为惊人的 这个算力 啊 所以说 对国家安全有正大意义 你说你 比如说你用苹果手机 是吧 你这个每一个通话 每一个短信 全部都可以 呃 截取团在一个服务器上 然后你在人工智能翻写这些数据 是吧 就可以掌握很多免疫啊 掌握很多 这个 你其他方式 没法收集到的证据 你本国都不一定能控制这些情报 所以说 这个大数据 这个人工智能啊 这个影响机会正大 所以我的判断就是这个 呃 两大战营 因为很快要打世界大战了 说两大战营 翻译力也会越来越明显 就是 你的产品不能在我身卖啊 我的产 就互相封锁 互相封锁啊 所以这个 苹果手机 完全有可能 这个一两年之内啊 就是一台也不能在正国卖了啊 嗯 然后呢 这个 你说对苹果产品 苹果公司 股票打击有多到啊 嗯 然后呢 他这个生产还有问题 这个生产 呃 基本上都是富士康把他代耕的 所以说这个 如果富士康在正国关了啊 是不是 他到哪去 哪那么容易建起耕厂来啊 并非容易的事情 然后呢 这个线片 苹果公司的 所有的线片都是在台积电 在台湾代耕的 所以说这个 台积电在台湾 在美国的耕厂也没那么容易建起来 所以说到以后可能这个苹果手机 这个有净单都没法生产 没有线片 是吧 这个台湾还不知道归属如何 所以说你看这个苹果公司的风险有多高 生产全靠人家 是吧 这个 然后这个 市场呢 接近百分之二十八 随时灭失 所以说你说 而且这个 这样的产品啊 经济危机 很多人都不愿意更新换代了 一台能硬就硬 是吧 我一台硬七八年也没愿起嘛 所以说这个苹果公司这个股票就是撑紧了 再往下说挖掌深渊 这个炒股了 期货了 最好不要碰 这个没有把握不要碰 碰的话 这个要搞好止损 规模小一点 拿出四分之一的行钱 勾一勾 千万别把三角性命压上去 再次撑身啊 这个我谈的这些事情 不能不构成图的建议 我也没有这个兼人翻喜拍照 所以大家呢 只是其更了一个思路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 谢谢大家收看